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因為處理這些不是我最在行的東西 最重要是多查一次 我們去讀今天的經文 我想邀請大家一同眾讀 不過我知道你邀請大家去讀 讀來讀去都是說下半節而已 第一節的上半節我讀完之後 就請大家在下半節一齊去讀 好 預備了 你們要清謝耶路華 因他本為善 你們要清謝萬臣之神 你們要清謝萬主之主 因他在此外永遠長存 清謝那埔行大騎士的 因他在此外永遠長存 清謝那用智慧做天的 因他在此外永遠長存 清謝那方地在水以上的 因他在此外永遠長存 清謝那造成大幫的 因他在此外永遠長存 他在日頭管白咒 因他在此外永遠長存 他在月亮星秀管黑夜 因他在此外永遠長存 清謝那擊殺埃及人之長子的 因他在此外永遠長存 他令以色列人從他們中間出來 因他在此外永遠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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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謝那分裂紅海的 因他在此外永遠長存 他令以色列從其中經過 因他在此外永遠長存 卻把法老和他的軍兵 推翻在紅海裡 因他在此外永遠長存 清謝那引導自己的民行走 因他在此外永遠長存 因他在此外永遠長存 清謝那擊殺大軍王的 因他在此外永遠長存 他殺陸有名的軍王 因他在此外永遠長存 就是殺陸阿摩尼龍新王 因他在此外永遠長存 猶殺巴山王國 因他在此外永遠長存 他在香港的地次他的百姓為業 因他在此外永遠長存 因他在此外永遠長存 就是刺他的百姓以色列為業 因他在此外永遠長存 他被令我們在卑微的地步 因他在此外永遠長存 他被害我們脫離敵人 因他在此外永遠長存 他刺糧食給煩有血氣的 因他在此外永遠長存 因他要清謝天上的神 聖經讀不 其實今天編導都講完了 讀完一次 完 我們剛才用一種方法去啟認讀聖經 可能在一些禮儀教會長大的弟兄姊妹 可能會很熟悉這一種讀經的方法 可能我們如果是回一些復興派教 可能比較少會用這種方法去讀聖經 其實啟認這種方式 是敬拜的儀節裏面一個重要的一環 如果我們看回聖經的裏面 其實都有很多這些啟認的例子 例如我們去看這個《以錯阿書》第六章 《以錯阿書》他見到薩拉夫 他們那裏經文這樣說 他說彼此夫喊雪 不是一個人大 而是不同的薩拉夫 如果我用簡單去講一些天使 他們彼此在其中互相敷行 盛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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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哺盧 他的鎓光憲部存地 這個是一個舊藥裏面的例子 新藥裏面可能有些個等級妹 你在香港或者英國翻帳會 你要是私班員還來參加勁拜對 也有一句這樣的話 是《普洛聊 Î乃以弗所書》第五章說 他說《功勇師將著持寧歌,彼此對說》 彼此對說 不只是我只唱給你聽 他說口唱心我們就是美主 是彼此 在群體敬拜上帝的時候 我們會用詩歌去對唱 或者讀經是彼此去講 正如剛才我們唱Sing Hi React with the Lord 的時候 我們有一群頂姊妹開始唱 另外有一群頂姊妹是接入這樣去唱 有時候有些歌我們說分左邊讀 分右邊讀 有時候可能我們會想 讀經是否想幫助主席 省一口氣 所以你又讀一節 我又讀一節 不是 這個是講啟應彼此的方式 有時候甚至乎有些詩歌 我小時候回教會的時候 有些詩歌寫明是分男唱分女唱 另外一種不同的啟應方式 原來啟應的方式是說我們一起向上帝去唱歌 我們去回應她的聲音 我們一同敬拜去讚美 其實是一個群體 我們一起去經驗上主的表現 可能有時候我們都會想 其實我們特別經歷過COVID這幾年 我們習慣了在家裡 我們看YouTube 我們看Live的崇拜 等等 其實我們都不需要回教會了 我們自己在家敬拜就行了 但是如果在家敬拜的時候 我們很難去那種啟應的方式 我們很難有隔離一個人 去跟我們一起的彼此去敬拜上帝 甚至乎因為我們說 這種不單是一齊向上的去敬拜上帝 我們去敬拜體驗的方式 我們有一種橫向 什麼叫橫向呢 你看你旁邊的那個 其實你唱歌的時候 你都在唱給他聽 他唱的歌都是在唱給你聽 你們一齊聽彼此的聲音 一同地去敬拜上帝 有時甚至乎是成為了我們 彼此的呼應和鼓勵 有不同的鄧姊妹 無論在香港 或者來到英國 都有鄧姊妹跟我說 跟著 每個人有不同的原因 他們說 我其實有時 我不是很想大聲嘗試 有時主席都叫我們 大聲一點 我們大聲一點唱 我真的唱不到 我不想唱 我可不可以不開聲 有些鄧姊妹說 我不想開聲 但是她坐在那裡 她聽著其他弟兄姊妹去唱詩的時候 聽著弟兄姊妹去讀經的時候 那些的聲音 不僅是在敬拜上帝 同時成為了她生命當一刻的一個鼓勵 在幫助她 去提醒她 所以我們說 啟應的方式 我們去唱歌的方式 不僅是一同敬拜上帝 亦都成為你隔離左右的鼓勵 我們先去講今天詩篇136篇 一個在今時今日的應用線 原來傳統CV136篇 是稱為大哈利路詩 或者叫大債美詩 我想今天大家可能回去做夢的時候 都會是嘔吐吐這句 因他的詞愛永遠長存 因他的詞愛永遠長存 因為一會兒我都會不停講這句話 因他的詞愛永遠長存 今天從晚都忘記了 不要緊 你記得 因他的詞愛永遠長存就夠了 原來在韓太人有一個經典的書叫《米士蘭》 《詩篇136篇》在一些很開心公開的場合 是會唱的 例如試過在旱災之後大降雨 嘩 沒有水 突然間有很多水出現的時候 人們走出來一起去中讀這一首的詩歌 另外在韓太人的節慶 他們會去讀 甚至乎有一些在一家大室吃完如熱節晚餐之後 最後環節都是會用啟應的方式 去讀整個的詩篇136篇 由主禮去讀前面那一節 會還是回應因他的詞愛永遠長存 就像我是剛才那樣 那一家人在讚美在清謝神裡面去過年 都是他們在家裡的那種傳承 就是我們的傳承就是一定要做冬 我們一定要去吃開麵飯那樣的 他們的其中一個環節就是要去讚美上帝 來有學者給我們聽 原來耶穌在最後如月節晚餐的時候 在馬太福音26章和馬克福音14章 有一句短短的說話 他們唱了詩 講到他們吃飯的時候 他們唱了詩 就是在最後晚餐裡面 他們用啟應的讀經 或者去唱出詩篇136篇 所以我們看到在猶太人的那邊 他們今時今日 過時過節的時候 他們就會去唱這首歌《一代傳一代》 今天我們想去想三個問題 這三個問題就是 詩人他怎樣稱呼神呢 他是誰 他做了什麼以致詩人要稱者去 因為他的詞愛永遠長存 對我們有什麼意義 因為今天經文很長 所以經文已經佔了一半 但是有筆記 筆記就是在大家的詩歌 最底底底底底底那裏 就有今天的經文大綱 和這三個問題記 好 詩人怎樣稱呼神呢 其實我們看了第一 二 三節 我們見過稱呼他做耶和華 稱呼他做萬神之神 萬主之主 原來一至三節已經提過神的三個名字了 可能我們都是看來來去去 不是神的 是主主也有耶和華的 原來這三個節是有些分別的 等一節去提到神的名字 原來在創世紀一開始 就已經去講到耶和華這個名字 甚至乎去到《出安琴》的三章十四節 都有介紹耶和華的名字是什麼 我就是我 我就是我 可能有一些電影姊妹 可能如果很喜歡香港某一位 已經過了身的男的歌手的時候 她有一首歌叫我 嘩 其實她說她自己是我 那種的霸氣 其實我就是我 就是在聖經裏邊 這位神去介紹她自己 第二節和第三節的 萬神之神 萬主之主 我們去留意一個字 原來它這裏講的是一個重數 萬神之神 萬主之主 是講的是一個重數 如果我們用英文來講 她加了一個S的這個名字 為甚麼 是不是講了很多個神 不是 是講說 她是很有能力 我們有時去看東西 我們會想是數量 有時看的時候會是看質量 我今天吃了十碗飯 這個是量 我今天吃了一碗很好吃 用日本米 再加上用那些很強勁的電飯煲煮的飯 這裏講的是質量 在這裏講的是萬神之神 萬主之主 是講的是神的質量 講的是神是多麼厲害 多麼 powerful 的意思 如果我們再看生命的十章十七節 這裏會有三個的稱呼 他這裏講 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 祂是萬神之神 萬主之主 知大的神 大有能力 大而可為 不以貌取人 也不受背露 這裏不是講說這個世界有很多個神 耶和華是其中一個 而是他講的是神 超越了當時所有的假神 比起所有的君王統治者更加超越 這個神是又大又勁 祂擁有天和天上的天 但是祂這個這麼勁的神 祂只是愛以色別人 我們現在看一頭一尾 去到最後的那一節 都由祂講到 這位的神 祂的名字 天上的神 第26節 原來在先知書 或者在一些教後期的著作 特別在秘魯磨國之後 我們看到原來有比較多的聖經的作者 或者在經文裡面 去怎樣去介紹這個神 是在講天上的神 也都是有統管全世界的意思 譬如在以斯拉記 可能 再下一個 可能比較小的字 我讀給大家聽 以斯拉記那裏說 波斯羅 賽老師這樣說 耶和華 天上的神 已經將天下萬國賜給我 尼昆的記錄 他聽到在耶路撒眼的荒涼之後 他聽完之後就坐下來去哭 被哭了幾天 他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祷告 他為了天上的神 大而可惠的神 你向愛你 守你戒命的人師慈愛 天上的神 約蘭書那裏 當一班的船在浮沉沉 一班的水手走過來 發生什麽事 你是誰 發生什麽事 他介紹自己說 我是希伯羅人 說我敬畏耶和華 那創造滄海漢地的天上之神 天上的神 他在說他那種的統管 全世界那種的意思 鄧姊姊姊今天你怎麽稱呼神 過去看詩篇的日子 我都有問過鄧姊姊 你怎麽去稱呼你的神呢 其實我們今天怎麽去稱呼神 是在看神在我生命裏邊 那種的模樣 甚至乎如果我們剛才看過 那麽多不同神的名稱的時候 在聖經裏邊 都因著一路的時代去演變的時候 如果我們對上帝的稱呼 可能隨著我們的年月 隨著我們的經歷 我們去對神的稱呼會有變化 雖然提醒我們神的超然性 但對於我們來說 我的人生經歷裏邊 我對這位神的稱呼 有沒有隨著我的人生的經歷 月曆我是有所變化 神和我的關係又是怎麽樣呢 如果我們當中 我們是做爸爸媽媽的 我們有小朋友的 今天你怎麽向你的小朋友 去介紹你的神 你所相信的神是一個怎麽樣的神 你有沒有告訴你的小朋友聽 爸爸媽媽原來是這樣去稱呼神 因爲我這樣去經歷神的 我們嘗試在未來的日子 我們去將我的神 告訴我的小朋友聽 讓他去經歷這位神 原來是這樣的 去到第二個問題 神做過什麽事 以至私人去稱謝他呢 第四節 他們說那獨恆大其是的 如果在和生館 他們說那唯一能恆大其是的 Only him No one else 只有他這一個神可以這樣去做 神做過什麽事呢 如果我們看第五至九節 我們剛才唱那首歌叫你是神 那首歌說的是神創造有很多不同的山 海 天上各樣的東西 甚至創造造天鋪地在水上造成大光 日頭月亮星秀管理黑夜 其實如果我們有看過創世紀 頭頭的經文的時候 不是正正是創世紀裏邊 第二日至第四日的創造來的嗎 原來在詩篇136篇 在這幾節五節九節裏邊 去提醒原來是神去創造這個天地 他是那位創造的主 第一節特別去提醒我們的就是說 因他本為善 什麽叫善呢 好啊 我女兒每次見到這個呢 Good 好啊 因他本為善 這個神是一個好的神 他是一個很好的神 詩人他一開始去敬拜上帝的時候 他就是提醒我們 他是一個好的神 這個神去創造所有的東西之後 他去畫這件事他看為好 不是神自己打擾他自己是好 他所創造的東西他都看為好 因他本為善 因為他做了好的神 做了好的創造 遊行其事 詩人說 我們要來稱謝神 這位好的神 神的好除了創造之外 還有什麽是好啊 我們看第十節 第22節 原來神在以色列人的歷史裏邊 有很多仁慈的行動 我們可以分成三個部份 十至十五節是講到出埃及的經歷 第十六節 遊曠野 去到十七至二二節 講到去進入迦南 咦 這裏整個系列是講什麽 如果剛才姊妹你有看過五經 五經即是什麽呢 舊日聖經頭過五卷書 那你就會發覺原來頭頭這個十至二二節 都是在講裏邊這些事情 我們先去看第十至十五節 他可以畫出埃及的經歷 第十節 提及到十災裏邊的 第十災 頭身的被殺 也都想起 咦 神他降下了十災 十一至十五節就是提及到 上帝拯救以色列人 這裏是出自出埃及記的第十四章 讓海水一夜間退去 海成了乾定 水分開了 以色列人走紅海的經歷 並且追趕以色列人的埃及人都被淹沒 連一個都沒有剩下 這個就是在十至十五節裏邊 在詩篇一百三十六篇十至十五節裏邊 一直去提及整個出埃及的事件 然後中間唯獨一節 是在講遊漢野的經歷 以色列人四十年行走漢野的經歷 原來都在十六節一句說話裏邊 是包和萬有講出來的了 可能反過來 或者我們看五經看得比較少 不夠熟 但原來這句說話他講了些什麽呢 相對對於埋怨 叛逆和不信他的子民 在《文素記》第十四章 他有這樣去講 我看一下下面那裏 這裏也都字眼比較小 大家可以mark 到他回家 《文素記》第十四章 雅禄節這樣說 《因為話對魔神和雅龍說 這邪惡的回眾向我發怨言要到什麽時候呢? 以色列人向我發怨言 我都聽見了 你們的兒女必在曠野遊牧四十年 擔當你們的不信的罪 直到你們的屍體在曠野消滅為止 按你們規覽那裏的四十日 一年比一日 你們要擔當你們的罪業四十年 你們就知道我疏遠離門了 接著再下來 這四十年是未完的 即是他們一班人叛逆 相對說 哇 你們十幾次的去叛逆我 但是繼續下去的時候 神仍然是不斷地供應他們的需要 在這四十年來 上帝是說要懲罰他們 但是上帝沒有放棄他們 在《春奧吉》第十六章那裏說 以色列人吃馬那共四十年 直到進入有人居住的地方 他們吃馬那直到加南地的邊境 四十年來 每一天是有斷絕這個供應 去到安息日的時候 他們收雙倍的份量 安息日就去安息 但是四十年來 他們從來都不會說 有一天沒東西吃 去到《新明紀》的一章三節裏面這樣說 他說第四十年 十一月初一 馬西趙耶路拉所吩咐 他一切以色列人的話 都跟他們說 你們住在者山上已經久了 要起行 十六節裏面就是講到 他們為何要在曠野行走四十年 有上帝的供應 同樣上帝告訴他們 起床了 走吧 我們要起行了 再去到入到加南的情景 就是在第十七至二二節 詩篇一百三十六篇這樣說 原來所說的是文數記 二十一章打後 那裡神領以色列人進入英雄之地那一段 以色列人去戰勝阿摩尼王西惑 巴山王五惡 佔領了他們的地 也是剛才他讀經文讀過的地方 《生命》的二十九章他這樣說 神話安靈 你們在曠野四十年 你們身上的衣服沒有穿破 腳上的鞋都沒有穿壞 兄姊妹 你們來到英國 你們有沒有衣服穿了 或者那些鞋爛爛了 可能這兩三年的時間 你想一下 你這件衣服可以穿了四十年是不穿 還有那雙鞋在四十年是沒有壞 你們沒有吃餅 也沒有喝清酒烈酒 好讓你們知道我如我壞你們的神 你們來到這個地方 欺塞本王西惡 巴山王岳出來迎擊我們 和我們交戰 我們擊敗了他們 拿了他們的地 吸入裏面支派 加密支派 有沒有事 有沒有事 OK 好 你把桌子放在地上 好 沒事 好 我們頂一頂 好 我們繼續 他這樣說 分了那些地方 分了那些支派的地方給他們 上帝創造世界 領以色列民出埃及 帶他們走了抗野四十年 進入應去之地 再說 他在五經裏面有記作 詩人在五經裏面 看得見 嘩 這位的神 他很厲害 大能大力 大而可惠 五經處處去提醒以色列人 你們要記得 神為你做過的大事 以致他們不單止可以感恩 這些經歷 加強他們對神的信心 再到23、24節 詩篇136篇 他講的說 當詩人想起 在五經裏面 講到這位的神 有多麼強 多麼大的時候 他去想起今時今日 詩人自己的處境 他說我們 第23節 他說 神姑娘 我們在卑微的地步 甚麼叫卑微的地步呢 對詩人來說 他在一個怎樣的狀態呢 原來《現代中文藝本》這樣說 他說 我們失敗的時候 這位的神是無吊棄我們 在《夏》的《中文藝本》 他說 我們倒下的時候 神顧念我們 我們低下的時候 祂想起我們 我想在這幾年 我們在香港 在香港這幾年 我想我們經歷了很多很不簡單的事 我想在今年2023年 有一句我們聽新聞 或者我們聽到很多說話 特別在香港的朋友 他們會說的說話 就是 由亂到自 由自及興 OK 可能我們都聽得多這些說話 但是那時候 你有沒有發覺 在不同的人口中說這八個字 出來的感覺 意思是完全不同的 我不亂拋書包 不過我有做過一些資料搜查 有一些可能是北京的朋友 他們說這句說話的時候 就說到 對香港的未來是抱有滿有的信心 也都覺得 香港現在可以起身了 但是同樣看到香港有很多不同的朋友 在Facebook的時候 由亂及自 由自及興 生意好啊 大家好啊 我們聽到很多很熱愛之音 或者我們聽到很多不同的說話 留在香港的朋友 離開香港的朋友 或者我們有些朋友回到香港 然後又回到英國的朋友 我想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在裏面 2023年其實對我們來說 或者這幾年對於留在香港的人 或者我們已經離開了香港人 其實我們面對著很多很不同的挑戰 很多不同的適應 可能有一些朋友 早多幾年來的時候 現在可能相對地 我適應了這裏了 我適應了這裏的天氣 我知道去到大概什麽月份 這裏的天氣是怎樣 我要預備怎麽樣穿衣服 我要預備去檢查一下熱水 檢查一下煎火 有些朋友可能今年才到來 可能來了都未夠三個月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冷 很辛苦 完全適應不到這裏的環境 原來我想不單止香港和英國那種的分別 來到英國 來了這裏多少年 或者多少個月 或者多少個禮拜 多少個日 其實都在影響你自己在這裏的適應 那個習慣的時候 有時候我都見過在英國的朋友 有些頂姐妹都跟我說 哇 很辛苦 有很多的埋怨的話 我都有聽過的 不是在我們這個群體裏面 有些可能在其他城市的朋友都會去聯絡我們 然後那種苦劫去得很強 甚至乎有時都會去問 神在哪 神你是不是在這裏 我們今天怎樣去看上帝 但是詩人去去提醒我們 去面對困難的情況 他想起在五經裏邊 提到神的那種的創造 大而可為 詩人是不是自己都親身經歷過這40年的情況 不會 因為他去到詩篇 比較後期的時候 他不一定是經歷過在五經裏邊的情況 但是對他來說 他看得見他的先祖 他有這些說話的時候 他看見五經裏邊 神那種奇妙的作為 創造和拯救 他就信得他是唯一能夠行拜其事的上帝 又或者我們去想一下 在我們以往的人生 在2023年 神在個人家庭教會 在我們的群體 神怎樣去一次一次帶來我們走過呢 面對著困難的情況 我們不是一個人 有時候可能在這裏 我們會覺得很孤獨 我們很掛念香港的親人 很掛念一些香港的食物 但我們不是一個人 我們這裏有群體 我們有同行的人 我們有一齊看得見神恩典的人 在聖經裏邊有一句說話 耶穌跟我們說 你們是炎是光 頂著我 我想去看一看 你們不是作炎作光 你們是炎是光 兩句說話有什麽分別呢 我想做醫生 和我是醫生 那個分別就是在這裏 不是你想做炎 你想做光 而是神告訴我們 我們跟隨他的人 你是炎 你是光 你怎麽去發揮到你自己 我們今天在我們的群體裏邊 我們同樣 我們希望以上帝的光去照亮黑暗 有時候 我想我們來到英國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情緒低落的時候 又不開心 有一個姊妹很好 走過來去問我 其實你有沒有經歷過情緒低落的 呃 抽著女兒的時候有時候會的 有特英姊妹真的問我們 其實你們一直去開教會的時候 你們會不會都影響到你們的家庭生活 會不會影響到你們不夠憂識 那樣東西 嗯 我的女兒影響我多些 但我們去想一下 有時候我們真的會經歷到一些不開心的時候 那天早幾天在八五二很好 有特英姊妹去表達她的不開心 已經馬上就說 我跟你交換電話 你可以打電話 你可以跟我聊天 因為我們需要在這裏去建立更多的友誼 我們可能失卻了的 當我們來到英國的時候 我們可能失去了一些 我們認識了幾十年的朋友 或者我們很少跟他們 可以好像以前那樣 那麼親密常常的聯絡 但我們在這裏 我們是要花氣力的 我們要花心力的 但我們都有一班 願意去跟別人做朋友的人 讓我們在這裏去認識一下 我們一些的新朋友 因他的詞愛永遠長存 對我們說有什麽意義呢 我們去看下一個 好 不是這樣 我們讀完這一個的詞經136篇 可能最深刻就是 因他的詞愛永遠長存 這個說話 如果大家去做少少的搜查的時候 你會見到在六代至上下 耶利文書和爾斯拉記 都會有常常出現這句說話 因他的詞愛永遠長存 特別原來講到在聖殿 或者是打聖仗 打敗二邦的一些國家的時候 都會出現這句說話 原來在經文翻譯上面 可以擴闊我們對經文的了解 因爲因這個詞 其實在原文裏面 可以有多一個翻譯 我們可以不把它譯做 因他的詞愛永遠長存 可以譯做是 因爲這樣是的我們確信 有很多不同的翻譯 是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這一段的經文 我想請大家用啟認的方式 去讀出這一段的經文 下面你們其實句句都是一樣的 就是答 是的他的詞愛永遠長存 是的他的詞愛永遠長存 我們試一試好嗎 預備起 是的他的詞愛永遠長存 我每讀完一句 那你們就是的了 可以肯定少少的 為什麼呢 是的就是YES 是的 大家有少少少YES 那種的意味 去按一按去讀這個 是的 就對了 好 我們去讀 你們要清謝爺和華 因他本為是 是的他詞愛永遠長存 你們要清謝萬神之神 是的他詞愛永遠長存 你們要清謝萬主之主 是的他詞愛永遠長存 你們要清謝天上的神 是的他詞愛永遠長存 我希望大家感受得到那種 YES 是的那種的感覺 原來和就說 因他的詞愛永遠長存 是那種味道有少少都已經不同了 好了 慈愛的意思 之前都跟大家去講過 在詩篇裡面講到 是盟約和應許的偉生 是說神記得自己和人所納過的約 好 我們嘗試用另一個翻譯去讀 這次就是 我們確信 他的盟約永遠長存 不是慈愛 是盟約 因為講過什麼 慈愛是說神對人 答應了你的事 就會做的那種意思 好了 我們確信他的盟約永遠長存 比YES那種的意味 可能又要再強化多少 確信 如果你戴著懷疑 就不夠確信了 好了 我們再來一次 你們要清謝耶路華 因他本為先 我們確信他的盟約永遠長存 你們要清謝萬神之神 我們確信他的盟約永遠長存 你們要清謝萬主之主 我們確信他的盟約永遠長存 你們要清謝天上的神 我們確信他的盟約永遠長存 我想這兩個翻譯 我們讀那個經文的語氣 是幫助我們去想一想 我們對神的信靠是去到什麼地步 這兩個翻譯都是相當有意思 特別當我們處身在一個很黑暗的環境裡 如果我們再讀第三至二十五節 特別是講到詩人說 我們身處卑微的時候 我們預備去到 我們身處卑微他顧連我們 我們確信他盟約永遠長存 他發覺我們脫離的人 我們確信他盟約永遠長存 凡有血有欲的他賜糧食 我們確信他盟約永遠長存 好 你先跟回姑媽媽 姑媽媽請你吃糖 OK 透露了他的秘密 就是要搞定他 就是這樣 信靈工作不只是做在一個人的身上 而是做在一群他所呼召的人的身上 甚至乎是一代又一代 是你 你的小朋友 你小朋友的小朋友的身上 所以我們說群體裡的啟認 其實就是去告訴我們 我們要這樣給予此的提醒 我們要這樣教讀下一代 我們需要有共同信仰的語言 我們要一起依靠上帝 我們之前一直在說 咦 我們的小朋友 我們的下一代 我相信我女兒去讀reception 她應該會是全英文 我怎樣可以跟她去分享到上帝的說話 要是我學好些英文 要是她學好些中文 我們是要去有共同的信仰語言 我們一起依靠上帝 在25號的時候 有一位媽媽去發我一張照片給我 她和她的小朋友去看一些聖誕故事的繪本 她在告訴她的小朋友 聖誕節 耶穌基督降生的故事 我們需要去教我們的小朋友 上帝做了些什麼東西在我們的身上 詩篇136篇 當我們是在一帆封信的時候去讀 就是提醒我們去想想 咦 上帝給了些什麼恩典我們呢 我們數不數得出來 上帝給了些什麼恩典你呢 等於姐妹們 你的名帽子不知道在哪裡 你找到你的名帽子 你考慮一下 2023年上帝給了些什麼恩典你呢 這張紙我希望 不只是你自己寫完提醒你自己 一旦我們都可能找個位置貼出來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你會覺得我害羞 我不想寫名字 寫下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 不是啊 我覺得上帝真的坐在渣典身上很好 那我又寫完自己的名字 可以不可以 按你的感動 是的 我們希望可以去看看 2023年等於姐妹們 你經歷了些什麼事呢 但是當我們的經歷很慘 被圍攻地誤解 缺乏支援的時候 甚至乎我們深存懷疑 我們失去所有信心的時候 我們是否仍然可以 好像私人一樣幾次鼓勵 確信她的謬約是永遠長全呢 我想和大家講一下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是來自這個叔叔 這個叔叔原來是一個早期教父 阿他拿收的故事 阿他拿收和詩篇136篇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在主校358年2月的一個晚上 他就在教會裡舉行一個聚會 那個地方就是在埃及的阿歷山大這個城市裡 其實他是那裡的教會的早期教父 那時候他在面對一些情況 因為他是堅持耶穌聖子的神聖 他是和聖父聖子聖靈是同等的 而不是比其他差 或者是被創造的 他為這件事一路去爭取 這些關於信經各樣的事情 我不在那裡拋書 我怕我說錯了 這些有機會讓KK和大家分享 我幫他開張空頭指標線 他說的話 那時候有一些人不贊同他這種看法 所以在神學上面都會有一些爭論 但是我們現在神學爭論 就是最多大家站出來 你說不對他說不對 但是去到那個時候 還可能是涉及到一些政治的情況 各樣的事情 在那個晚上他們聚會的時候 你當像我們現在這樣 突然間外面是有整堆的士兵 帶了劍來運 包圍住整間的教會 要衝進來 要去抓他們 甚至去殺害他們 在座的會眾他們都是很害怕 很緊張 死了 殺到來 在外面那時候拿劍 如果現在拿的是槍 或者可能是一些我們很熟悉的 一些的味道 一些的煙霧彈等各樣東西 他在包圍住 當時阿加拿收他去做一件事 他那時候也很冷靜 頂姊妹 我們一起去背眾詩篇136篇 他一講一句 然後大家一路去用那句的說話 就是我們確信他的盟約永遠長存 如是者將這一個的詩篇一齊 大家去背眾 講了26次 他的會眾就不停地去 將這句說話去講 到最後那些的士兵衝破了那個門 整晚了門衝進去 進去的時候 大家都還在背著那段的經文 我們確信他的盟約永遠長存 那些士兵呆了 不知怎樣 我想這個情況就有點像 在香港某一個晚上 大家在唱著某一首詩歌 Sing Heilia to the Lord 對我來說 我會將這兩件事聯想在一起 結果到這群人 到最後是被驅散了 這位的教父也都是 有些人說他暈了被人抬走了 有些人就說他 總之有些人就帶走了 但他之後繼續過去流亡的生活 裏面再告訴我們 原來那一晚 阿歷山大城市裏面 其實有很多市民他們被殺 但是在這群的會眾裏面 他們永遠不會忘記 所以這句說話就是 人是邪惡的 但是上帝是好的 上帝好到一個地步 就是他的盟約 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詩篇136篇是神的創造 講著神對以色列人的拯救 因為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他是一首一代接一代 一家大世唱的詩歌 去傳承信仰 傳承信仰是一件深間世作的事 不是說我和我女兒說完一次 我多謝耶穌 那他就學會了 而是說完一次又一次 甚至乎是每一年 又一年這樣去做 詩篇136篇他的應用 就是提醒我們 怎樣在固定的時候 我們常常去記得神的救恩 要我們去想一想 我們怎樣去認識這位神 是一位手約師前外的神呢 我們怎樣帶領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能夠明白呢 甚至乎當我們面對黑暗運動 方向未清的時候 怎樣幫助我們去記得神作禍 亦都讓導我們的小朋友 去能夠依靠這位作禍的神 最後想介紹一本書給大家 原來我之前講這一篇部的時候 我介紹了上集 在今年的12月出了下集 不知道有沒有大家姐妹看過 那本《事西》很兇 做紀錄圖很難 他是一本 一個香港的作者 他將一些聖經的經文 翻譯了做廣東話 而他現在出了一本新的 我也未看 但我看到他的intro 我已經覺得很好 他就在講 名字叫做謝恩 凡事謝恩 我真的覺得很難 今天簡直是唱反調 叫大家年中感恩 會走來去感恩 但是就告訴大家 凡事謝恩 我覺得很難 是的 原來有時候 當我們的信仰 去到某些位置的時候 我不是不想多謝神 但上天我真是多謝不樂你 真是多謝了 可能有時候 我們就是堅持在某一種位置 但原來在一些空間 這位作者 他有一番罪言 他翻譯了 詩篇一百二十四篇的一字八字 他說 如果不是上帝幫我們 如果不是上帝幫我們 那些人攻擊我們的時候 我們一定死定 咬到我們渣都沒得靜 他們整班人湧過來 衝到我們站不穩 喊不到氣 一個浪蓋過來 我們真是全部沉到水底 但上帝真是真是厲害 本來想著這次實死無生 誰知道上帝救回我們 就好像那些魚被人捉入網 上帝就弄穿了網 我們才能脫掉 當然了 因為幫我們創造天地的上帝 可能有時候我們讀聖經 我們用不同的譯本 我們用廣東話的譯本 其實都可以幫我們再去投入 多些想多一些 他說當時很壞很壞 我們捱過了COVID 又面對社會變遷 離散浪潮 戰火蔓延 我們有時都會灰心喪志 甚至站不穩又休息 但聖經說要常常喜樂 不住地討告凡事謝恩 我們怎樣去做呢 我們有時真的是感恩不樂 他說感恩不要出於勉強的儀式 也不是口頭禪 有一位香港現在是年輕的新一代的歌手 他的口頭禪就是感恩感恩 人們去攻擊他的時候都是感恩感恩 不知道是誰呢 你現在問一下年輕的 可能他們不會知道的 他的口頭禪就是感恩感恩 你來抹黑我說感恩感恩 但是這本書的作者提醒我們 這樣不是一些口頭禪 而是視點的轉移 他說很困難的時代 我們要去練習 將我們的焦點重新的去校正 我們不只是看 為什麼這個人這麼壞 為什麼這個政權這樣 不是看階級利益 而是你看不看得見上帝的國度 你看不看得見上帝的道 我們就要開始在生命裏面看得見美事 而是也都相信世界有另外一種的價值 以致叫我們不要失去信心 他說人家的見證是人家的事 感恩是要透過自身的經歷去體會 去深化 讓我們去身體和心靈都去記住 怎樣在感恩裏面去想 和上帝去相遇